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就是有關那個定義名稱 像剛剛這邊不是會有一個就是單位這個東西 單位的範圍 那前面我記得好像我們有用過定義名稱 不過不管啦 如果說定義名稱 因為它這個題目已經先幫你定義好了 那可能就有同意說 老師那可是如果我想要重新定義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依先到公式裡面的名稱 我先把它刪掉 我先把它刪除 如果我把它刪除之後 你會發現關閉之後 這邊就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錯誤訊息是什麼 Name Name的話就是那個名稱 意思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請Name問號的話 表示說它看不懂哪一個呢 單位這個名稱 是指的是哪個範圍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要重新再把單位這個名 這個名稱重新定義的話 很簡單 一請你找到這個範圍 在哪裡在單位 二選取 選取哪個範圍 其實一般不包含上面的這個名稱 藍位名稱 就是從A2開始 把它的這個範圍 把它選取起來 那一般習慣是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右 然後再向下 把它全部選 全部選 Ctrl Shift向右 或者你把它全部選起來也可以 選完之後呢 直接在它的左上角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名稱方塊 你就直接點它一下 直接給它一個名稱 因為我剛剛刪掉了 所以我要把它重新建立 就是這樣 單位 直接打那個名稱 好 輸入完畢 記得 一定要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 那表示 將來 底下的這個範圍 就是指這個名稱 那你就不需要說 比如說 將來要指這個範圍 你還要再切到這個工作表 然後的那個範圍 不用 你就直接按F3 直接選單位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確定說 你有成功的話 你可以到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單位這個 有的話 並且點擊下面 它會幫你選起來 那當然未來 這個範圍如果有變更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變更 然後按打勾就可以了 OK 好 按關閉 那我們再切回到剛剛的處專看看 有沒有 它的錯誤訊息 又會消失 表示說它已經找到單位的這個名稱 OK 好 所以喔 一樣的方式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 如果組別的部分 OK 組別一樣 我看一下組別 名稱管理員裡面有沒有 組別 有嘛 所以組別 那組別指的是什麼 點這邊一下 點下面 它要告訴你 有沒有 你點擊下面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出現虛線 告訴你說 我是這個名稱 現在指的就是在這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表 組別有沒有 驚嘆號 A2 A2在這裡 到B6的這個範圍 也就指這個虛線的地方 這個範圍 OK 那一樣 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是第二欄 所以喔 如果我要查 有沒有 A到1 所以組別指的A到1 A到1應該是指的是哪一個 這個應該是第幾個字 應該是 第七個字吧 那所以我先把第七個字取得 那怎麼取第七個字一樣 插入函數 找到最近使用過的MID 最近使用過MID 比較快 然後呢 這個文字 裡面的第七個字 我要幾個字呢 我要一個字 是不是A呢 是A沒錯 你確定 OKA 那按確定 第二個步驟的話 一樣嘛 把這個減下來 跟剛剛其實蠻像的 插入環數 最近使用過VIRU環數 然後再把這個 你要查什麼 LOOKUP VALUE 查A 去哪邊查 F3 去組別 有沒有 這個是組別 組別裡面查 然後查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 大瓜胡 就是一個array 正列 然後 第一欄是ABCD 那第二欄就是它的名稱 有沒有 B 所以我要取得的應該是第二欄 所以輸入2 要不要找間信的 不要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組別就OK了 那升等的話 一樣喔 升等 看一下 升等這個 升等在這邊 當然一樣 名稱管理員有沒有升等 有在這裡 點一下 在這裡 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的數字1234 有沒有 各自代表不同的直稱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第一碼 第一碼 第一碼在這裡 所以第一碼其實 不需要MID 直接用什麼 左邊的第一個碼 LAPT 所以文字裡面的LAPT 這個 然後 問題比較少 第一個 你的字在哪裡 字在這裡 那要幾個字啊 一個 一個 有沒有 那就是1 那你會發現 這個1的話 一樣前後有雙以後 它是文字1 OK 這個很關鍵 文字1 按確定 那一樣喔 把它再剪下來 去查嘛 所以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最近使用過的那個V6函數 查什麼呢 查這個 貼過來的東西 1 去哪邊查呢 F3 這個叫什麼 升等 可以升等 然後 第二 找 完全一樣的 不過 請各位 仔細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地方 會是出錯的點 哪個地方呢 1 1是文字 這個 1呢 是數字 所以 有沒有match呢 其實肉眼看 人看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電腦看 Excel看 卻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是找得出答案對不對 可是你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 欸 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一個頸 頸的開始就是錯誤 那n斜線a其實是縮寫 n的話指的是not a是available 應該知道嘛 not available是什麼 找不到 欸你想說 欸不對啊 我剛剛明明抓1啊 然後呢 去哪邊呢 去深等裡面幫我比啊 這個1跟那個1不是一樣嗎 喔 我們眼睛看是一樣 但是 Excel看卻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把深等那邊改 這個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數字 所以就是要把這個 先轉成什麼 轉成這個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 工作裡面 常常有同學 因為有 業界的學生 也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 明明我看到 一模一樣啊 可是我卻查不到 因為他沒有這個概念 數字跟文字 所以他覺得 哇不對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轉換一下格式 所以怎麼轉喔 其實這邊有個需求啦 就是把文字轉換為數字 那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還記得吧 我記得上學期我講過 有一個函數啦 那個函數的話 那如果你忘記 你其實可以這樣 我先按確定 你可以在旁邊 假設這邊好了 你插入函數 其實就是有個函數 文字類嘛 最下面那一個 其實他已經是倒數第二個 這個 將文字轉換成數字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如果你要轉的話 用這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就是 在 這一個 這個 外面包一個valu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外面打一個value value VALUE 前面加一個刮弧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後刮弧 把它刮起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其實看結果 馬上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 本來的這個1 有沒有 就會變成這個數字1了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查 就不會查錯了 也會查不到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 加一個這個value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卻是非常非常大的關鍵 因為 跟各位講 常常發生錯誤的地方 是你眼睛看的 你以為是 是數字 但實際上 它卻是文字 這個還蠻常容易發生的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有發生 很多那個寫程式的人 都是卡在這個地方沒有觀念 你想說 老師我看到明明就是一個數字 你為什麼說是文字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問題 OK好 所以喔 只要加一個value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向下填滿 全部就搞定了 OK 所以喔 這個升等 可能會比較 有問題一點的地方 就是要必須在剛剛的這個 left的函數外面 記得喔 再包一個value 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喔 可以 好 再包一個